上黄伟哲连任成功市政行程继续跑 不过这一次他只扫赢对手 国民党候选人现融资也不到五万票 仅相差大约5% 再上来绿到出支的台南差点翻盘 被外界形容是惨胜 黄伟哲选后沉寂三天 脸书发文自信说 这几天把市民的指教及鼓励留言都浏览完 将重新调整施政脚步 未来四年更加努力 网友关键留言有鼓励也有批评 谈起目前的心境 他说 现在市长选完了 我们要把过去的选举 终究要放下 我们要把市政再拼起来 不过选后紧接着就是正副议长之争 民进党团临时通知要开会讨论 提名相关事宜 引发党内议员不满 那多岛小组在目前也还没有成立 为什么这么仓促 我不知道他们救党盆的用意是何在 那其实整个都在符合的程序里面在进行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突然的一个召开会议的决议长 绿营茶壶内风暴似乎持续延烧 而这次真正赴议长宝座 国民党也不让了 随着来议员表态参选 加上有意争取连任的现任五党籍议长 郭信良 以及在议会攻下28席次的绿营 接下来的议长之战 恐怕还有一番大乱斗 华视新闻校前刘恒生谢于欣台南报道